你快來看 趁著錄影前 我要來看看今天美金的匯率怎麼樣 抓緊時間跑到鄰近銀行換匯 藝能界中的投資達人李芳瑜 趁著3號台幣只跌反彈 小生6.2分再換一些美金 我不想買在最高點 如果說一次要繳 所以我會在年中 年頭的時候慢慢看 有低的話就逢低買進 我不能賺到6% 7%的利息 而且我還賺到了匯差 因為我買在28塊 可是可能我輸賄之後它是32塊 一言李芳瑜看準國際貨幣趨勢 四年前開始投資六年期美金儲蓄保單 以小量分批方式慢慢換 年繳1萬美元 等於一年存下30多萬台幣 利息和匯差兩手賺 如今美元對台幣半年內漲了5.17% 重回強勢地位 再度獲得投資人青睞 建議說投資人最好還是你換到的美元 美元前進買美國相關的股票會比較理想 因為長線來看它的經濟還是成長的機率比較高 那我會建議說投資人用海外券商 美金儲蓄保單平均投報率大約2% 專家認為除了穩定的買美金 利用海外券商前進美股比起付委託成本更低 或是追求高報酬的美金高收益債基金 都是美金轉強的投資方向 再來新聞車虎晴傑台北報導